最近一直都有被感动 中国不会让一座城孤军奋战 听到这句话莫名的感动 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真好 这几天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河南郑州 纷纷捐款捐物 明星们也起带头作用 不仅捐了钱 甚至还有的人去了前线做志愿者 那些即使没有出人力的 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河南加油 他们录视频表达自己最真挚的祝福 刘德华 黄晓明 刘靖 郭小冬 李光杰 景田等人 都纷纷录了视频 我们在荧幕前也要把最真挚的祝福 最真挚的祈愿送给他们 希望每个人都平安 不过话说回来 其实大家对于明星的捐款还是挺关注的 虽然不说这些网友捐了多少 但是对于明星捐款的数额 却成了他们瞩目的焦点 粉丝们的自发募集 自发捐助 是跟随着正主的一种正能量行为 但是在一些有心人眼中 也成了一些模仿作秀 真不知道这些人心都是怎么想的 在一些人眼中 明星们赚钱多 一定要比普通人多拿多少倍 而且还跟咖啡有关 跟流量热度有关 捐个几十万上百万 在他们眼里都是少的 也不看看自己又拿了多少就会在网上做喷子 到床了网上的监督员 看这个捐了吗 哪个没捐 这个捐少了 哪个捐多了 在爱心公益面前 每份爱都是平等的 这份善良不应该被他们恶意的对比和拉彩 有个明星低调捐款没有晒出来 银行回账单却被他们认为是没捐款 杨子 周深 蔡徐坤 还有一些老演员都被他们一个个的质疑 也怪不得网上明星们都形成了一种默契 捐完款之后 工作室都把截图晒了出来 为的也是堵住网友的悠悠之口 而且王一博作为志愿者 前往河南却也被网友们说成作秀 这脑回路也真的很无语 还有肖战捐款一百万 工作室落了一个字 却被网友们又大做文章 捐款也被说 不捐款也被说 而且肖战还是捐款了两次 在韩红基金会捐款了一次一百万 直接向郑州捐款了一百万 作为一个最穷的顶流 在北京租着七十平米的房子 在横店都买不起房子的顶流 两次捐了两百万 却还是有那么多人在喷 做工艺是细水长流的 不会只是头脑发热 以时兴起而做 而是以平常心对待 还是会量力而行 还记得在肖战未出道时期 月工资仅仅只有三千元的时候 一口气捐了一点七万 时至今日 在公益这件事上 肖战也依然在默默做着 只是不被大家知道罢了 就这样才一次次被不明事理的黑粉说到 恶意皱伤 谩骂 公益洗白等等 但他却很少站出来解释 如果不是被逼到无奈 不是那些粉丝晒出来的图 很少有人知道 他已经默默做了这些事 如今肖战粉丝们更是践行偶像的倡导 从一个个项目做起 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为公益限制爱心 不想去做过多的解释 更不想利用公益去攀比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捐多捐少都是一份心意 不要理那些无脑黑了 都说粉丝把追星肖战当成神 但其实黑子好像把肖战看成神 像要求神一样的要求肖战 真的一次又一次的刷新路人的三观 不过幸运的是 有正确三观的人还是绝大多数的 我们仍然是相信好人有好报 我们跟着肖战一起做公益 一起向阳而生 一起变得越来越好 我们也相信 你在这些困难面前 更多的人还是团结一致 一同奉献爱心的 让我们祈愿每个人都平安吧